哈 等一下 把这个过来一下 大家好 我是在青麦的小一组 大家好 我是在青麦的阿布 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吐槽一下青麦 到底有哪一些习惯呢 是我们宇宙在青麦 还是不习惯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 六大点吧 在青麦 觉得还不太适应 太习惯的文化餐 洗手间这个厕所马桶旁边 有一根水管 然后这根水管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怎么用的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爱上了 因为之前我有个视频 说是断舍离 在旅居青麦以后 实践我使用的东西 最后一样就是我已经断舍离了厕所用池 然后现在就用这个管子 但是刚来泰国的时候啊 我是非常不习惯用这根管子的 因为感觉啊 冲一冲 能干净吗 哈哈哈 但是印度也用 印度也用 好像加拿柬埔寨呀 都在用 都会配这个管子在 然后我也听说呀 有当地的泰国人 来了我们中国以后呀 发现厕所旁边怎么没有管子呢 结果你猜 他们是怎么用的 他们自己准备了一小瓶的那个喷壶 放了水 然后呢 带了一包丝纸巾 在大耗完以后呀 就喷一喷这个丝目 然后用丝纸巾抹一下 这是他们常年以来 已经习惯了 习惯用水了 我不知道阿牧你现在习惯用这根水管 习惯啊 习惯啊 之前是在印度 印度厕所是根本没有纸的 就像泰国还好 但之前我是知道那个东西 水管的用处 但用的习惯了 刚开始是不习惯的 觉得怎么办 那手是湿的 我网上还有人听说 有中国游客 拿这个水管来洗 刷一脸的梳口 有 所以刚开始来这边的话 还是不太习惯这个水管 就是第一个啊 就马肚旁边那个水管 第二个 太习惯了呢 就是 进入任何的室内 都要拖鞋 嗯 反正亚洲很多国家也 也有这个习惯 嗯 所以现在 我的房间里 我也习惯于拖鞋进去了 就是养成一种习惯了 但是还好 我觉得 脚踩在地上的感觉 就感觉其实挺舒服 十年久以后会习惯 嗯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呀 就是 但是光着脚 然后走路 还是不是很习惯的 嗯 可能跟气候有关系 哪怕是你在自己的家里面 你要背一双拖鞋 在自己这个房间里面走 在这边 你去别人的办公室呀 你就是进入一家什么理发店呀 都得拖鞋进去 绝大部分的商店 还有个人家里就更是了 对 特别是那种小的那种 私人的家庭店 它都是需要拖鞋进去的 有的甚至是厕所 洗手间 也要拖鞋 你也得拖鞋进去 但是有的时候 它会背一双拖鞋 专用的拖鞋在洗手间里面给你用 但是它的洗手间还是很干净 很干净 很干净 没有什么味道呀 地面也很干净 因为每天都要清洁 嗯 好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下 现在还是最令我头痛的 就是蚂蚁呀 废虎呀 小虫子呀 在这边特别的多 蚊子呀 老鼠呀 脏啊 确实很麻烦 以前呢 我以为住在别墅里边 就是这些虫子呀 蚊子呀 特别多 但现在搬入了公寓呀 发现 哇 还是逃脱不了 蚂蚁的清理 一点也少 特别是现在这雨季呀 来了嘛 蚂蚁一到雨季的时候呀 它就长那个干燥的地方 就全部进入我们室内 只要你吃完的东西 没有及时的去洗干净 或者是有一些碎碎的面包屑 掉在了桌子上 哇 独到一秒钟 然后一群蚂蚁 一群蚂蚁就在你面前 密密麻麻的 也不知道它们从哪里来的 就我家里面 我那个床上经常会有蚂蚁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很痒 然后发现蚂蚁爬了爬了一溜 然后也是这样 吃饭的时候桌子上面 有时候地下 真的就习惯了 因为家里的蚂蚁特别小 对 就特别细小细小那种小黑的蚂蚁 对 但是上一次我跟阿布去那家咖啡店 就是被蚂蚁咬了 然后很疼很疼 不行 什么东西 不是 好像有蚂蚁咬我 在脚上 嗯 你先别剁呢 你先看看在哪里 你看到我站在我脚上吗 然后来了泰国以后才发现 蚂蚁还跟369等各种不同的蚂蚁 黑色的小蚂蚁咯 淡淡的那种灰蚂蚁咯 还有红蚂蚁 最咬人的就是那种透明半透明的黄色的 对半透明红黄相间的那种大蚂蚁 那次我就咬在我的腿上了 阿布把我蹦弹掉 我已经咬了 我那天是咬了大概七八个 对 是甩不掉的 一定要把它揪掉 弹掉 所以啊 你越甩它 它会越粘在你的 粘在你的皮肤上面 对 然后最不可或缺的就是 在泰国有很多很多的壁虎 壁虎 它就还好吧 壁虎吃蚊子嘛 但是很多是大壁虎 但是很多 因为有些我们在国内的话 是没有这种生物的对不对 从来都看不见在室内 但是在这边的室内就是到处都有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壁虎还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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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每天都要叫一下 然后我查了在网上呀 它叫的时候就是在叫春 你知道吗 它在吸引它的同伴 如果在我房间里面只有一只壁虎的话 它就要引来其他的伙伴们 一切 还有一种其实比较壁虎 我不知道这种能叫什么 它们说叫 它们说叫这种牌口 我知道叫什么 对 那个是要抓人的 那个大一点 那个比较丑 那个镜头比较丑 但是比较大一点 在别墅里面 老别墅里面会看得到 有有有有很多 任何的 只要你看到类化很好的地方 树很茂盛的地方 每天都很听 有这样的生物在 这个是目前 我觉得还心里有点毛毛的 所以在这边 还是很友善的对待他们 虽然心里还不太适应 但是尽量把家里保持干净 他们也不会来 进入到你们家里 是吧 因为他们也是怕人哦 刚来泰国的时候呀 经常站错车门 因为泰国的方向是反的嘛 对不对 我们是靠右行驶 他们是靠左行驶的 然后特别是 当我们招那个 清卖的耸瓢车 这边的taxi的时候 就常常站到了 司机的旁边 对 他就要拉车门 然后司机就望着你 从那一边上 有没有站错门过 有过 但有的时候会上错 对 如果是靠马路边招车的话 你可能是站在这个 乘车门的那个这边嘛 但是如果是朋友 停在停车上 我们基本上绕两圈 经常开车就坐上去 然后方向盘再拉 然后就等着 等着人上 对 有这种情况 对 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些不习惯 包括我家人来清卖以后 觉得骑自行车嘛 骑骑骑骑骑骑 就骑到马路中间去了 我想好担心 快快快 骑到左边 骑到左边嘛 是 方向 因为右多 对 对 第一个呢 就是在泰国呀 还是我们用现金之土 没有像国内那么方便呀 一只手机走天下 但这边的话 还是以现金带皮夹子为主 那最讨厌的那就是 他们这边的定价 还有几分几毫 两毛五 对对对对 就是这个后面那个打当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打当 我都不知道这个外面根本就不能用的 对 而且他们还找给你 然后你给他他也不要 对 他也不要 你凑成一块钱给他 他就他不要 他就换一个 对 所以后来我想起的办法 就是那么小小的 这个干嘛呢 就把它凑凑凑凑凑凑凑 然后给711便利店 他们要 因为他们要找钱 要找银 就是那种小便利店可以给到他们 其他的商店 一般都不会要这种 那么小单位的这个钱 钢本 所以经常就带着一包很重的那个钢本 就把它划掉划掉 有的时候洗衣服 我们楼下那个买水的洗衣服都需要硬币 对 去投 到哪都需要硬币 你住在公寓的话 如果你家里没有洗衣机 但是楼下有自住的嘛 你都需要有5块钱10块钱的硬币 去那个洗衣服呀 去接水呀 所以你硬币还得斩着 你不能全花完了 基本上5块10块 它很麻烦 就是投币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 因为那有的硬币重量轻 它是不是别的 对对对 我每次都要去拿一把 然后挨个试 是它的分量不够 是因为硬币太轻了 它就要挑两个比较重的 每次都要投很长时间 难怪呢 我那个接水的时候也发现了 就是1块钱那个硬币很轻嘛 对它不识别 但是我现在我练了一个神功 不是 因为它那个投进去的时候 它重量不识别嘛 我就往上抛 就是它那个小份嘛 你丢进去的时候要 对 往上抛 它这样子抛无限的下来 它就识别了 我是把它放在了口上 实际往里推弹一下 弹进去之后 它有一个碰壁的那个力量 坠下去 这都是绝招啊 在泰国练就了一个神秘功能 6个就是在这里呀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家乡美食的爱好者 我现在作为党陪你 特别想念烤夫 我的最爱的美食 但是在泰国 没有 没有烤夫 没有烤夫 它可能是中国的一些特色 但是我在温哥华 又见过烤夫 对 是有有冻的 嗯 然后化开之后就很好吃 这边没有 阿布 你有没有最爱的家乡美食在这边买不到的 嗯 还好因为我喜欢吃泰餐嘛 所以我就觉得还好这边的蔬菜水果都比较丰富 所以我因为我自己做嘛 然后基本上不在外面吃很少 但是我觉得泰餐的味道因为它的调料的那个酸的辣的味道我比较喜欢 所以我没有 没有太想念家乡的一个一个什么 河北里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 山西的面是我不太喜欢的 在这边有好多上海美食吃的 对啊 超不是一个 还有这个呃 生煎包 我们每天早上会吃的那个生煎包 这边没有 他们这边很奇怪的 只有一种叫水煎包 就是一麦一号有 对 它这个水煎包跟我们的生煎包还不太一样 不一样 它这个底啊 不是脆脆的 不是很硬的那种脆 它是软的吧 对就是 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因为水煎出来的 我们真的是把它煎出来的 反正是不一样的 嗯 反正我觉得家乡的美食呀 有点想念 有点想念 这个也是到现在还不是很适应的一个地方 嗯 好吧 行 那今天我们对于猝槽其脉就说到这边 如果你也在泰国没有哪些你需要吐槽的 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哦 好啦 那我们下个视频见喽 拜拜 拜拜 是的 是 吧 好 OK 词 好